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最新的攻略 元神 超強四星風系輔助法陸3角色攻略 武器聖遺物陣容搭配推薦 法陸3主要是一位擁有風系減抗核給隊伍增加風元素傷害 以及根據法陸3的基礎攻擊力比例給予隊伍增加傷害的全面風系之用輔角色 自身突破加的是攻擊力 80級最多突破加的24%攻擊力 不過突破不加充能效率我又不是很認可啊 不過因為法陸3場球比較少 充能再高也很難去充起來 262的充能我都感覺很乏力 三維基礎方面的話偏低 不過作為弓箭角色來說屬於正常的範圍了 為了更好的了解法陸3的一個技能機制先從天賦技能說起 老魔星給根據進度條跳轉即可 普通攻擊 自作連續適當射擊 動作優雅 氣質迷人 重擊則是常規的蓄力劍 倒是很帥 不用點 元素戰技 這很多可以簡單理解為一個示範役 之後通過蓄力劍給指定地方發射一個風壓巨怪一次 命中敵人還可以鏟球的一個技能 主要是用來鏟球以及巨怪為主的 如果你解鎖顧著天賦1的話 蓄力時間減少百分之60 戰技還能減30的風抗 這個減百分之30的風抗射持續18秒的 是根據戰機的疾風視線來計算的 同時元素戰機還可以和提米鴿子打招呼 而鴿子都開心死了 哎呦我只能含淚的拿下的禽肉 元素爆發 霸露3的一個合金技能也是被嚇到多的技能啦 需要八指點能量 釋放後呢會在旁邊播出一個鶴藥多方面體 每次停留可以在地板持續4秒的裂方波效果 裂方波可以給敵人減30的風抗 以及給全隊增加風元素傷害加成 跟巨大等級提升風傷加成的 9級是百是30.6 而5命有5命的情況下 13級是38.3的風傷加成 剛才也忘記說啦 元素彈界只敞顆兩顆球啊 所謂對大招來說非常難衝 但是作為一個射星輔助角色來說已經非常強力了 固有天鋒2開啟大招會給所有攻擊方式角色造成風元素傷害 會根據霸露3的基礎攻擊力 百之殺12給角色增傷 這個增傷是又間隔的 而且基礎攻擊力是武器的基礎以及角色的自身基礎攻擊力計算的 和生物什麼的都沒關係啊 不過這個正義來說效果並不多 主要是依賴大招的減抗以及加風扇為主的 探索天賦 暴露3對於虛弈的事件都是比較輕力輕微的 所以在虛弈派遣20小時的任務時候 獎勵增加百分之到15還是比較不錯的 作為一個風系裝補 在陣容搭配上也比較簡單啊 主要是搭配一些風系出出角色為主的 目前有屏障 蕭以及新角色流浪者閃兵 做一個四星的風系組C的屏障搭配一起 暴露傷以及其他爭議效果可以讓 輕輕鬆鬆的一技能打出10萬以上的一個傷害 這波是提名玩家狂喜了 如果是搭配閃兵陣容的話 放棄安逸的時候可以讓閃兵0命 四星武器打出好幾萬的傷害 如果需要暗逸一點的話可以把雲錦或者班尼特換成棕鯉 沒有棕鯉的話可以換成萊伊拉以及托馬 以及行秋都是可以的 因為有各看打斷以及這個減傷 也是很不錯 隨著霸露傷的到來的話可以讓 蕭上仙打出 10萬的一個下陸攻擊傷害 這波不是河湯啊 是喝肉啦 對 吃肉啦 原本我的蕭上仙最高能只能打出6到7萬的傷害 現在有10萬了 這波提升是非常的大呀 霸露山因為自神需要80點能量 仗技掌求少 武器方面強力推薦西風裂弓 其次衝能類武器我這裡不太推薦啦 因為我這個衝能加上西風弓 在一些環境下都很難無縫銜接 聖物方面的話因為釋風套無法撿風抗 所以推薦四中式 衝風暴的聖物復衛即可 天賦方面只需要提升大招等級提升風傷 有條件的話賠給皇冠會更加不錯 接下來說一下命座一命 戰技可以發射兩發 用數很小 二命是大招延長6秒本來是12秒的吧 有18秒基本可以全程布蓋了 自變 四命可以給發露傷回復能量的 因為發露傷太缺充能了 非常重要的一個命座 五命大刀加三級 可以提升大招的一個加風傷 編得不錯 六命啊神之命座 給風隙角色提升白40的爆傷 以及開啟大招之後可以每三秒聚一次怪 理論可以聚六次吧 但實戰當中釋放時機的誤差 一般情況可以聚五次 發露傷的命座總定下來 二四六命為自變 不過如果你只是玩屏障和閃兵的角色為主的話 發露傷零命即可 如果搭配蕭這種充能大戶的話 很難回轉的角色 推薦四命起附 反正我是不敢抽了 西齒抽就一個發露傷 所謂蕭這裡我推薦的話 如果你沒有四命之前 隊伍優先 雁哥雷主 或者雷神 充能體驗會比較舒服 好吧 以前都是發露傷的一個玩 記得關注再走喔